首先非常開心 終於出了我第五款運程書 就是唐碧霞2025年的射電運程書 這本書來說 放了很多心思 心血下去 因為每年寫書都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今天亦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平時怎樣可以增強運勢 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經常說一命二運三風水 我們怎樣可以增強運勢呢 很多時候亦都是根據我們出生的月份 那怎樣根據出生的月份呢 問一下大家 在座各位朋友 有沒有人是春天出生的 有沒有春天出生的 有 沒錯 春天出生的朋友 本身你的命格來說 毛是比較多的 相對地比較缺金 所以平時如果真的想走運的話 最簡單 亦都可以戴多些首飾 金飾 珠寶等等 平時亦都可以穿多些白色 金飾 銀色的衣服 自然可以增強運勢 還有每天吃的雞蛋 自然可以走大運 除了我們春天出生的朋友 有沒有夏天出生的朋友 都很多 都很多夏天出生的朋友 平時命格就是火會比較重 水會比較缺乏 所以平時第一時間缺水 大家知道要做什麼嗎 喝水 喝水也是好的 同時我們游水也是好的 因為夏天出生的朋友 平時游多些水 都可以增強運勢 而且亦都可以穿多些黑色 藍色 灰色衣服 同一時間 假設你喜歡吃海鮮的話 亦都可以增強運勢 另外 有沒有秋天出生的朋友 就是你了 是不是 後面那兩位小朋友 都是秋天出生嗎 對 都是秋天出生的 秋天出生的朋友就更加適合了 因為命格本身金比較多 比較拳目的 拳目最重要是做什麼呢 但最重要是多些看書 同一時間 種多些花草樹木 去花區 逛逛書展 自然可以增強運勢 去到最後 就是我們冬天出生的朋友 冬天出生的朋友 本身的命格來說 就是水比較蟲 比較缺火 所以就好像我這樣穿到紅當當 就自然可以走運當頭 同一時間 平時也要曬多些太陽 所以相信各位朋友們都對於我們平時走運的方法 都要有所了解 所以今天也很感謝各位朋友的來臨 同一時間來到的朋友們都知道 我們頭30位的朋友也有我們的禮品贈送 頭100位也有不同的禮品 同一時間 因為我暫時都要跟澳龍珠寶公司 一起合作 有推出我們不同的首飾開幕系列 所以我們有請澳龍珠寶公司的老闆娘 跟大家說幾句 給點掌聲 對 給點掌聲 Renny 對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公司很榮幸能和唐師傅合作 設計和生產一些開運的首飾產品 你們就今次來書 只要支持一下唐師傅的運程書 還有留意一下我們今個月31號 7月31號輪著馬鈴有直播 大家支持一下 多謝 多謝Renny 亦都很多謝澳龍珠寶公司 因為其實買了一份情書的朋友們都知道 在書後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廣告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的開運手鍊 我們的開運法牌等等 同一時間 我們亦都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得到每一年的書展 還有每一年的簽書會都有贊助我們 大家看到 我們頭一百位的朋友 都得到我們這些去濕的湯包 大家都知道香港禁止很濕 喝些去濕的湯包自然精神爽利 另外亦都看到我們有不同的茶湯 都是送給這麼多位朋友 我們給點掌聲 我們Misuke的老闆娘 應於阿瑜 歡迎 我把唐米卡的所有品絲 還有我都認識了唐米卡老師之後 我覺得我開始走運 因為我更加認識了風水是怎樣運用 還有要大家注重健康 因為當你注重健康之後 你才能把握到你的運勢 還有記住7月31號注意我們的直播 裡面亦都會有我們的產品 沒錯 很感謝歐龍珠寶公司 以及Misuke是贊助我們 所以在這裡再教大家一點 就是收到我們安隱水套餐的朋友 因為我們每年風水都有不同的病位 因為怕大家不清楚 我們每年的病位都是會轉的 分別有五黃災位和二黑病符位 2024年的五黃災位位位位位於正西 所以正西的位置 假設大家想身體健康 毛病ар削 relação靠西的位置 逢是紅色、黃色、啡色、紫色、橙色 便別佳放 同一時間自己的背景 例如自己的照片 或是風扇等等 亦都不要放在那個位置 如果收到這產品的朋友 可以放在正西的位置或東南的位置 因為東南也是外形的位置 至於大家如果想吹菜的話 也相當簡單 每年的財位,大家知不知道今年的財位在哪裏? 沒有看運程書? 是不是沒有買龍年運程書? 今年財位在哪個方位?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財男? 北面 沒錯,就是買了運程書的朋友 每年都會知道財位和定位放在哪裏 所以未買的朋友就快點買了 沒錯,所以我們的財位位置 最重要的是我們風水風水 我們都講一些氣運的流通、流動 所以我們財位位置可以放一些流動的水裝置 或者可能是黃金角也是沒有問題的 同一時間,這一場來到就教大家 我們何為開運的面相 即是甚麼人看到他的樣子一定是行運呢? 第一時間我們五官就最重要看眼睛 眼睛比較有神的人 即好像greengreen有神 greengreen那種 天生的運勢都會特別好 在座有沒有朋友的眼睛特別有神? 沒有,不要緊的 我們的眼神可以一秒鐘就改變 最重要是做人有目標有自己想法 就是行運的 除了我們眼有神之外 我們看我們的錢 看我們的錢最重要看哪裏 就看我們財伯公的位置 財伯公我們主要看我們的鼻的位置 因為財伯公 例如每一天看看我會否有些偏財運 或者可能賭錢 會否贏 股票投資會否贏 最重要看我們鼻頭這個位置 假設好像有點出油 零零的 那就恭喜你了 亦都代表著你的財運相當地不錯 在這裏也祝願了 希望我的新書大賣 以及多謝各位出席的朋友 希望每一位朋友 新一年來講 都可以在紅運當頭 每天都這麼開心 我們簽書會就正式可以開始了 我們看看哪個位置 我們給掌聲吧 我們看看哪個位置 不如我們先看看 很多城市 都可以對付